开冰市不是梦 过新年换新车就要这样做 年节将至 许多民众开始考虑换新车过好年 各家车厂锁定这波换车商机 纷纷祭出优惠强特 因应高级进口车市场蓬勃发展 在车款上的选择变多 造成民众换车周期大幅缩短 进而带动中古车销售市场 我最近想换一台欧洲车 但应该会先考虑中古车吧 我主要是一次去代步为主 那我会优先考虑 就是有认证的中古车车厂 我做豪华进口车龙头的台湾冰市 推出原厂认证 精选中古车换购服务 针对车铃 里程 事故车等 采用严谨的规范标准 资讯透明公开 让民众购车时更加放心 许多民众在购车时 价格通常是考量之一 但你可能不知道 非原厂购买的风险很大 不仅无法享有原厂保固 吹矿透明度也备受质疑 因为我本身是Uber的司机 刚好想要找一台九人座 因为九人座一个人也可以载 六七个人七八个人都可以载 而且行李也放得比较多 刚好透过NB Slate服务据点 让我很快就找到我想要的车 我购买冰市认证中古车 最重要的关键就是保固 因为之前有比较过中古车商 里程数跑了一万以上 甚至还有可能被篡改过 所以我选择这台 冰市认证中古车的时候 它还要保固两年半的时间 而且公里数只跑了三千公里 让我感觉好像买到新车一样 当初我车子的右滑门三角锁坏掉 经过原厂检查后 免费换了一组新的给我 所以对我来说保固真的很重要 选择冰市认证中古车 不但有保障 开起来又安心 冰市原厂精选中古车 打造购车服务 不仅保障消费者权益 更大幅改变人车关系 与提升用车便利 让冰市的增容价值完美在线